我们人经常看得到未来 这种叫遇见 遇见是一种梦境 遇见事件可以把我们从梦境当中唤醒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说 君子物之大者原者 小人物之近者小者 说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看得远站得高 你不会被眼前的事情而难过伤心 如果你是个小人 你就懂得先赚他一笔 他就忘了 以后别人有更多好的生意就不跟你做了 所以要懂得什么叫智慧 什么叫聪明 记住了 聪明就是计量利弊得失 我今天能够赚你一百块钱 开心得不得了 但是你可能被人家发现了 人家永远不跟你做生意 而智慧的人就是我今天跟你做生意 哪怕亏本了 我很讲信誉 接下来生意越做越大 等到以后人家可以给你更多赚的钱 这就叫智慧 我们今天做人也是这样 懂得吃亏就是便宜 对不如也让你吃点东西 富山是在哪里 我先来喝一碗 水瓶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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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以后